什么 蛋仔派对四小只中的成员小黄蛋 它居然可以变成一只正方形蛋仔 而众所周知 蛋仔派对四小只中的成员小黄蛋 它喜欢吃薯片 是以圆形身体出场的 那么当四小只的小黄蛋 变成一只正方形蛋仔以后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如果你在蛋仔岛中 也喜欢四小只中的成员小黄蛋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当我们在蛋仔岛上更换岛屿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四小只中的小黄蛋的专属加载页面 在这加载页面上方 我们可以看到 小黄蛋它是圆的 它的表情非常丰富 它会生气 它也会开心 唯独没有变成方形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派对四小只中的小黄蛋 当它变成正方形蛋仔以后 它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宇宙中 发现了小黄蛋 它在过安检门的时候 它很着急它本身是圆形的蛋仔 但是它突然冲到了 安检门前方挤了过去 此时此刻 它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正方形蛋仔 所以说 蛋仔派对四小只中的小黄蛋 它可以变成正方形蛋仔 通过安检门挤过去 就能变成正方形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